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DP0027AG8T门播放模式Chromels 3 变率1920 X1080 视频宽高音量50%视频协议 CDN下载速度缓冲质量 帧数错误 骂611 01.13080.1 版本号3.4.37 2018年8月21日12.35分36秒 播放流选918108F929 799 1065 BFRBB0 DB061 F504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 DATA VIDEO ARR PUSHVD P0027AG8T门 IMJHTTP INLOOS GTIMG-COMLOOS LAP LS049619608926404800 Date视频 NBA10大著名时刻 乔丹学沙尤塔双沙科比致命一键穿心 时长约8分10秒 腾讯体育8月24日选 致意SPN资深记者沃纳洛夫斯基透露 NBA竞赛委员会对2018-193系的规则 提出了三条修改建议 其中包括将二次进攻时间回表至14秒 NBA理事会可能在当地时间9月20日到21日的会议上通过这三项修改决议 NBA竞赛委员会提出三项规则修改建议 其中包括 在球员抢下进攻篮板后 进攻时间重置为14秒 简化进攻路径犯规的规则 扩大恶意行为 引发的录像毁棒 据沃神透露 NBA在今天已经向联盟总经理和教练 发送了关于修改比赛规则的备忘录 NBA理事会可能在当地时间9月20日到21日的会议上通过这三项规则修改决议 不过 是否改变规则需要各支球队投票来决定 只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球队投票通过 决议才能够最终生效 一 二次进攻时间缩短为14秒 根据NBA之前规定 如果进攻方在投篮后 出击篮框后抢到进攻篮板 即实际则是自动复位至24秒 而在如今的提议当中 二次进攻时间则是会被压缩至14秒 这意味着NBA也将会进一步压缩进攻时间 让比赛节奏变得更快 NBA研究了Fighter国际栏联赛 2014年对这项规则做出了修改决议 并参考了这项规则在发展联盟 WNBA以及NBA赛季联赛中的使用效果 最终提出了修改建议 二 简化进攻路径犯规判法 进攻路径犯规 因为ClearPath法使的是当进攻队员从后场发起快攻时 如果进攻方得到一次轻松得分机会 而防守队员从身后对其进行犯规 就将会被判罚进攻路径犯规 这一犯规原本需要满足诸多的条件 譬如进攻方获得篮球时位于后场圆弧延长线至前场篮筐之间 在发动攻守转换之后 进攻方获得明显球权 在犯规时 持球方球员和篮板之间无进攻方球员 防守方球员在身后或是侧身犯规 在防守方被判罚这一犯规后 进攻方将会获得两罚一致的机会 但如今NBA方面需要简化这一犯规的判法规则 裁判不需要再去判断一名防守人 是否介于进攻球员和篮筐之间 或是防守者是否有机会让自己处于球和篮筐之间 行规主要是为了让裁判更好 更及时的做出判断 三 NBA对恶意行为打击力度扩大 为了更好的保护球员 NBA在几些年来不断加大 对恶意动作的打击 NBA在2014年时就修改了关于恶意反规的录像 回放规则 规定当裁判无法确定犯规是否符合恶意犯规标准时 可以使用及时回放来确定 如今NBA新规则计划对恶意行为的回放规则扩大化 不仅仅局限于球员对另外一名球员 同时还包括对裁判教练以及球迷的恶意行为 这些也都将会被列入回放规则内 猫大雄 这些也都将会被列入回放规则